数百年之后,人类突破了二级文明,征服了整个银河系 在每颗行星轨道附近都建设了空间传送门,用于星际之间互物运输 丧彪为了还房贷每天奔波于星际航行 这天他带着女儿小美,驾驶着这艘卡米诺号运输飞船 刚运送完到火星的任务,老板秘密派给他的一单走私交易 而且报酬相当高,丧彪没有多想,便接下了这单任务 按照要求来到指定地点,这是银河系里三不管地带 各种灰色交易都在这里进行,丧彪降落到指定地点 前来送货的是一个生化机器人,对方提出了一个诡异要求 不能检查户物,自己要全程跟着,丧彪本想拒绝 但想了想房贷,便签下了任务合同 可就在丧彪回到驾驶舱以后,感觉身体不适 怀疑那东西有一定危险性,便嘱咐女儿不要靠近那户物 而机器人就一直看着户物,生怕有人打开,偶尔还会到一边抽个东西 机器人这操作也是简直了 就在这时,机器人似乎察觉到了飞船出现异常,便小心翼翼地过去查看 却不料,飞船直接将机器人关闭在了另外的舱门中 原来是飞船进入了地球轨道附近,正进行轨道切换 而就在这时,丧彪突然感到一阵头疼,还差点与其他飞船相撞 幸亏小美及时纠正了方向,成功飞入正轨 眼见丧彪晕厥过去,小美只好独自前去排查故障 就在小美修复故障时,突然听到诡异的声音 而声源就来自货物内,真是好奇心害死猫 他最终还是打开了货物,里面有着一块发着光的方块 好奇心驱使下,他准备拿出来看看 就在这时,一只异形虫爬到了他身上咬了一口 与此同时,丧彪也醒了过来,发现女儿不在了 通过监控发现货物被打开了,便赶紧过去查看 只见女儿像是变了一个人 神态非常的鬼,直接向丧彪发起攻击 机器人听到动静,及时赶了过来,就吓了丧彪 机器人眼见小美已经变异,准备杀掉他 但遭到了丧彪的阻止,两人撕打一起 但丧彪怎么可能打得过机器人 随后小美又攻击机器人 丧彪担心女儿被杀害,便向警署发起了求救信号 可就在这时,机器人突然打开了分离舱 关闭了丧彪的舱门,选择了与其他变异虫同归于尽 丧彪看着远去的女儿,非常痛苦 只能眼看着在宇宙爆炸 化作无数碎片掉落地球 而那些变异虫或许也会因此降落地球 一场异形灾难即将来临 感谢观看